何比价格计算 二季度增长6.7% 中国公共第二季国内生产总额 同比增长6.7% 中国商务部认为 这在合理期间 不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但专家分析 这已创下两年新低 路股16号再度下跌 显示中美贸易战已打击出口 但中国官媒却依旧强力宣扬 经济新兴向荣 经济转型升级 取得新成效 分析指出 这一系列亮点说明 面对不确定性增多的外部环境 中国经济活力不减 表面不慌不乱 但根据一篇中国央视 遭删除的文章内容 就曾指出 要中国13亿人民舍小雇大家 雷锦裤带与国家共体时间 同时更向世贸组织 就美国301调查 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 产品征税建议措施 追加起诉 大家有谁相信 规则制定者制定的规则是 利人不利己的呢 难道美方在过去40年里 一直在和中方做亏本的买卖吗 中美贸易战加速升级 美国中央川普更加码威胁 可能还会对超过50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华尔街表面轻松应对中美贸易战 实在担心没完没了 专家更警告 美国可能正在驻敌增长 中美贸易战或许只是场面子之战 但专家警告若长期持续效益扩大 将国籍南韩台湾等靠中美订单 吃饭的国家 三里熊科您从不到